新北市著名的淡水天原宫后山的樱花在过年前就已经盛开 庙方表示花期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将进入花期的尾声 欢迎民众如果要赏樱的话 请赶快把握时间 粉红色的花朵在阳光底下绽放 来到淡水天原宫除了以往大家期待的三月及野樱之外 在天堂后方的三顺殿附近 庙方从十多年前开始就照顾种局这一整片的俗称三色樱 而每到过农历年前后就会盛开 在最近几年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而今年这些樱花在过年前就开始盛开 不少赏花民众都趁着这几天好天气 来到淡水天原宫不仅是可以登山 还能够享受粉色的浪漫气氛 不是 现在这批樱花是种在后山 属于寒英的一种 我们是把它称作三色樱 它一般都是在我们农历过年以前 在盛开 另外本公里也另外种极叶樱 可能要到三月八号 差不多三月中旬才会开始 来到淡水天原宫后山 整片山坡上的樱花相当美丽 也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拍照 而庙方表示今年天气相当不错 非常适合樱花盛开 而开花旗也已经微趋了将近要一个月 接下来这几天将要进入花旗的尾声 差不多到这个礼拜 就差不多了 对就差不多了 一般那个樱花的花旗 噴到那个天气好的话 差不多三四个礼拜 所以差不多了 已经今年算气候还算不错 可能已经也是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坐大众街坡车比较方便 因为轻轨 但是轻轨只到那个北新站 对还要在街坡 据庙方表示 在年假期间续樱花顺开的时节 现在平常好天气 每天也有上万人次 来造访天原宫后山赏花 而另外在天坛附近的吉野荫 嗨爹等到三月才会开始开花 而这几天天气稳定 在天原宫后山可是出现许多人潮 目前三色鹰已经逐渐长出绿芽 也代表着剩下不多的开花时间 民众可要趁着好天气的时候上山赏花 记者许端一带去参访报报导